今天新鲜了路亚 玩个新的玩法 今天是有一位老师傅带队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一位是陈柯 陈柯是我们杭州地区 就是玩路亚的超级发烧友 自身的 那么他经常会在马来西亚 东南亚等等这些地区 是国外去掉的比较多 那么国内像杭州地区周边的话 这各种水域 摸得清楚了已经 所以我们就 请他带我们一起来 体验一下这个路亚怎么玩的 今天是带我们来了一个小水库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呢 鲁鱼在 过冬了嘛 所以鱼会比较深 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弯子里面 我们现在试试看 先用卵虫 看看钓底 我们来看看底部的鲁鱼 现在活性怎么样 先来看一下 鲁鱼 中了 我感觉我的骨骨 是鲁鱼吗 是鲁鱼 鲁鱼 是鲁鱼 小心你的鲁鱼 你小心你的鲁鱼 你这是软掉的 鲁鱼太软了 你这样鲁鱼把鲁鱼给给了 鲁鱼把鲁鱼给给了 鱁鱼也用 哇 我有我有我有 哇你看还被台钓钓过来 你看还有一个金金色的钩子 看看 可见鲁鱼有多贪吃啊 哪怕即使被咬了 嘴巴上这个钩它还要吃 钳子在我口袋里等下 嘴巴的一个钩子一个金色的钩子 应该是台钓的钓友他们钓到过的 锈钩 台钓钓到鲁鱼还是蛮少的 对很少 我看你们也有 也有 我们也钓的平时也钓的少 哇这个打得很圈 好嘞 这算不算你鹿鱼的第一条鱼 算 第一条一斤左右啊 这支鱼很好啊 好我们把它给放了 好 对底下钓货放牛哈 哇 终于 刺鱼刺鱼 哇 嘞 好刺激啊 好一个你的感觉 哈哈哈哈 针竿是MH的 好刺激好刺激 针竿是MH的 虫竿所以 比较容易飞鱼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耳睛没了 就剩下上面的那个虚条了 对我们只有一个钩子 吞掉了 已经被他吞掉了 嗯 漂亮漂亮 小鲁鱼 好我们把它放流 好 再见 我要准备我的准备我的耳了 我要从你换一个 嗯 这鹿鱼 鹿鱼就感觉它非常费耳啊 呃 暖虫的话 会比较费一点 但是硬耳的话 是还好吧 还好 暖虫也便宜 为什么他们说鹿鱼 鹿鱼毁山带什么 钓鱼虫一生鹿鱼毁山带什么 那你来看一下我的钓箱吧 这只是我其中一部分的啊 嗯 还不包括其他去国外的钓钓鱼的啊 嗯 下面还有一层 下面还有一层 全部全部都是 平均差不多在100块左右一个的 100块一个 对 差不多 这么贵的 对 平均基本上都是100块一个的 哦 像这些 这些都是全部都是 这些都是进口的 嗯 这么一小鲁 可能赶上一部分钓鱼的全部装备吧 哈哈哈哈 嗯 都说国内鹿鱼资源比较少啊 有这感觉吗 我我我怎么 因为鹿鱼的话是外来物种嘛 所以呃 江浙一般为什么会有鹿鱼呢 其实都是广大钓手 大家自己放流的 很多都是自己放流的 对 像这种野外资源都是 以前我也也有到其他地方钓货的鱼 然后拿去投投投投投放啊 嗯 还有一些就是去买一些鱼苗 像鲁鱼资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国内可钓的那个鱼种有哪些 国内可钓的鱼种其实非常多了 像鲁鱼 翘嘴 马口 鲁鱼黑鱼赶鱼都可以用鹿鱼钓的到啊 嗯 甚至一些呃 红眼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弹起来差点弄到自己 哦 叫鱼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眼镜的话 尽量有墨镜尽量戴墨镜啊 啊 尽量戴墨镜 然后一定要戴帽子 赤鱼的时候那个那一拉可能把他那个耳拉进水面啊 对 然后就然后就飞回来 我曾经站在朋友边上直接一个耳打到我脸上 打到我头上啊 把我帽子给打穿了 像这个 这种我们洛亚干啊不是都有接一段导线吗 就如果单独的只用PE线不接导线 不是很好 因为PE线啊 不耐磨 哦 PE线它不耐磨 嗯 PE线不耐磨 像导线的话 它主要是就是它是那种碳线 嗯 碳线呢 就是一般就是咱们在呃 很多海钓的钓友啊 嗯 都是用它做前导线 嗯 那么在石头上刮啊 摩擦啊等等 都是比它耐磨的 嗯 拉力是PE线比那个尼龙线要强的哈 拉力是PE线最强 最强啊 你这个是 装什么先做 我先装一个德州调 德州调 德州调 就是子弹签加那个卵签是吧 差一点进去 他把钩背落在外面 不是钩间落在外面 对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防挂 防挂 防挂 如鱼只要一咬的时候 这个钩子就弹出来了 自动弹出来了 嗯 看到没有 我们往前轻轻往前推一下就可以了 轻轻往前一推 嗯 钩子就带住了 防挂 所以你这个习惯性的就是每一干都打得比较重 每一干都打得狠狠 哈哈 你又钓 钓到马来西亚十几斤二十几斤的力气去钓一个一两斤的鱸鱼 怪不得刚刚那个挫肝吓死我了 诶 诶 中鱼了 中了 中了 呦 漂亮 从那么远来回来 我打从那个黄子鳖上去了 这么远 对 但是那边因为障碍物嘛 嗯 这种攻击性的鱼呢 都比较喜欢藏在那些底下 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嘛 嗯哼 哦 还不错啊 嗯 雨底还不错 这个应该有个一斤半 一斤多一点 一斤多一点 嗯 我在 诶诶诶 整个野生了 你们是找了个好地方吗 哇 这边更大 这边更大 哈哈哈 它好狠啊 这个杆子硬 哈哈哈 好舒服好舒服 中鱼的时候什么感觉 那一瞬间 出电的感觉 它就是 我因为我呢 这个调法比较简单 我是抛到底 然后它 到底了 因为这个牵头钩嘛 嗯 然后我就慢慢的收 这个牵头钩呢 带着转尾 它就慢慢的 像小虫一样往前走 嗯 然后中鱼的时候呢 就是 刷一下 就感觉一个东西就在 咬到你手上一样 那种感觉 啊 就是感觉你 去扯你手上的东西 抢东西一样 对抢东西一样 啊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台钓在钓的时候呢 一般是靠眼睛去看浮飘 对吧 嗯 去种鱼的时候 那么 这个鹿鸭呢 它就感觉它就是 直接就给你抢了 哈哈哈 名字来 对 直接给你干了 嗯 多杆子 多杆子 所以它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嗯 那像我们 新手朋友的话就是说想要玩好鹿鸭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去从从哪一方面 入手 应该先了解自己周边有没有对象鱼吧 啊 鱼种 这是鹿鸭鱼种 对 啊 然后再根据鹿鸭的对象鱼 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相信的装备 嗯 不要去盲目的去乱买装备 像我以前也是买了家里一大堆 结果都是放在里愣的 这新手都是这样子 我感觉就是以前我们钓台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看着别人用的杆子好呢 哎 我要去买一条 嗯 结果会来发现不适合我 对吧 尤其是像 最开始我们新手学钓台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啊 别人的硬杆子浮育又快没两秒钟鱼就上来了 嗯 我要去买一条硬的 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切线 套鱼 啊 就是要买一个适合自己的 诚哥 如果说我一个新手啊 我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路亚的新手 嗯 我想去就是尽快入门的话 嗯 哪方面去学习 应该先看视频吧 看视频 看视频 嗯 然后 找到当地的腐败堂 腐败堂 对 先去腐败堂 腐败堂是指 那个那个 学变什么 花钱的 对对对 啊 因为达路呀很容易空军 大家有机会很容易空军 啊 野外的话 对 啊 你家应该是平收 我这个就在水平 嗯 嗯 老超 你怎么就直接把线维盖上了呢 不可以 这样子的话 耳不就慢慢的往我们身边靠了吗 没有到底是吧 对啊 我们要让耳到底啊 因为现在冬季的鲁鱼在底部呀 你这样子的话 明明我泡20米就变成泡10米 耳机在我们脚噴前了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 打开的时候他这个线还可以继续往外走 对对对 这个耳料可以到底 对对 那关上了就是说 他已经到这个这个点的时候 他就不会 没有办法就是往深的地方走 对 他就是往 慢慢的往近的地方 对对对 因为水库是一个凹型的嘛 对不对 那中间如果说出现这个水擦比较深的情况下 你可能打到20米实际上收回来就到了15米 对对对 你这样子说话 你发现哎 怎么耳跳起来的时候 只在脚边上 哦就是收线还没收着他就已经收回来了 对 到底了 对 明明我要掉的比较远的深处的时候 那如果我不掉这个深水 就是我去掉水皮 比如说夏季啊 嗯 或者伴水这个时候 嗯那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盖这个落水就可以集收了 可以快一点 对啊 早一点就是把这个线收了 不要让它到底 对对对 这个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耳料的这个下沉的时间 先来判断来判断这个耳我们来判断这个水深有多少深吧 啊 你们看一个是用水滴啊 你是用水滴 对 老早是用纺车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嗯如果想第一次开始玩的话 结束路远的话 我建议 入门的话就是先买纺车 纺车的 对 因为 访车轮比较友好吧 水滴轮的话对于新手比较不是很友好 很容易扎线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个 对 他说 我路呀 到了岸边 泡一干 解线回家 解线解半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结果线还没用了 哈哈哈哈 一卷线 不便宜啊 嗯 哈哈 老早 你这狗步还是有问题 慢一点 慢一点 嗯 摇线的收线的时候卖 不是你的动作不连贯 你的动作不够连贯 哇 哇 岸边追了一条 哇 吓死我了 哈哈哈 的确啊 哇 吓死我了 整个人打了个机灵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到岸边 追了 一路追到岸边 哈哈哈 突然间脚下面哄了一声 对啊 不好意思 我把我吓一跳 哦 真的发现 路呀更加刺激一些 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赚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鳥哇 你要抱你呀,不带钓鱼的 现在撬嘴应该东间ください 中间不是很好钓,翘嘴晚上会比较好钓 这地方的鲁鱼密度还可以 要烧 噢,炸水 一听到炸水的声,诚哥耳朵打过去了 狗部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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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对 可以 还是不连贯 你的狗部还是不连贯 老巢毕竟第一次玩,可以理解 对,这个东西我还真是第一次 不行 练了将近半个小时的铅笔 终于有收获了 对,半个小时 这个水面系的 就刚刚说的那个,诚哥说的狗部 对,狗部 感觉我现在找到一点感觉了 开始练着 始终不得要领 还是要诚哥就是指导一下 嗯 哇,咬得非常深 咬的是腹狗,说明鱼的活性还是非常的好 腹部这个 对,腹部这个 说明鱼的活性还是非常好 漂亮 你换了个心耳 这个什么 这个叫水面拖拉机 水面拖拉机 我们来试一下看 我觉得 因为老曹 刚刚用 水面铅笔种回一尾鱼鱼 那说明鱼鱼已经浮到水面上了 嗯 那我们来试一下水面细的 用水面拖拉机 看看能不能把鱼钓上来 好 哇,这声音真像拖拉机 哈哈 哈哈 这声音是这样子的 嗯 这声音好玩 哈哈 难怪它叫拖拉机 好玩 嗯 嗯 这个声音还真像拖拉机 哦 哎 没有中 哇 这个还这么有效果 鲁鱼因为非常有好奇心 啊 所以它对任何经过上的东西 它都不会放过 我再来看一下 它还不能这样 我来那口 两口 两口 继续啊 那是鱼鱼在跟吗 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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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回路上有了三口 哈哈哈 它其实内心已经是很紧张很紧张了 我已经被扯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很想扯了 其实我知道 你很想扯很想扯 等一下 你看 鱼鱼鱼鱼 houses 還是一会 自己有一屏 vacuum 还是没中 我感觉整个人在窗倒一下 可惜还是没咬进去 这个鲈鱼还是离岸边近一点 现在半晚了它会靠跌 刚才鱼中了 扔着鱼嘴巴里去了 扔鱼嘴里了 落水就中了 我们来看一下老草掉了点什么怪物 远距离中鱼感觉超好 太远了 在铁丝里面 扁鱼 这么神奇啊 这么小的嘴巴也能吃进去 扁鱼也会吃 扁鱼是杂食性的一种 生气生气生气 这条有两斤快了 砸砸砸砸 这条快有两斤了 一斤半一斤半 太神奇了 你看 筐一口 这么小的嘴巴也能把三本钩都吞进去了 也是够狠的 这下我们留着晚饭吃吧 清蒸 你想这么小的嘴巴 你三本钩吞进去 立掉了它也糊不了了 晚安就吃它了 你的战利品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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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俩拜诚哥为师傅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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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觉得以后要他领路 拜师傅就要正式一点 就要正式一点 好好好 可以可以的 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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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开心的 你看 练了半个小时 马上就成功了 对 这个就是 非常感谢诚哥 然后带我们领略一下这个路亚的风骚 哈哈哈哈 就是可能 更多的咱们就是玩台钓的钓游比较多 总想着去感受一下这个路亚 所以我今天我就带着大家的想法来感受一下路亚 感觉挺不错的 挺不错 我觉得我会迷上路亚 台钓也不能放弃 台钓继续 路亚也玩 对对对